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空 歡迎回到同年美少女系列之 橙色珍珠音調 這個系列呢會帶大家一起回顧 那些年我們一起看的美少女卡通 上一集是回顧珍珠美人魚的第三集 同時也是動畫劇情第一季結束 七位美人魚公主最終打敗了凱特 路牙和海斗相認 而從怨恨中好不容易走出來的沙羅 則是和黑暗戀人們一起陪伴凱特 沉入了深深的海底 一切都看似回到了正常 是圓滿的歡樂大結局 但其實好戲還在後頭 第二季不但會有各種新的戀愛CP 也出現了各種萌萌的粉牌角色哦 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看 珍珠美人魚回顧的第四集 大海正式恢復了和平 美人魚公主、可可、諾威爾和香蓮 都回到了自己的國家去 而海斗要回夏威夷繼續他的留學 太郎也決定到德國去發展 幫沙羅保管珍珠的路牙 時不時會感受到一個橘色美人魚和自己對話 路牙送走了海斗之後 意外與一個音樂指揮家相撞 並從他那裡拿到了音樂會的門票 美人魚公主們都在默默的收拾行李準備回家 這時卻出現了擁有神秘能量的神秘人物米凱爾 米凱爾想要吸取美人魚擁有的力量 並且三個美人魚的歌聲也無法對米凱爾起什麼作用 但米凱爾似乎不能消耗太多的體力 最後關鍵時刻撤退 才沒有對美人魚們造成威脅 這時事件一件接著一件 路牙接到了電話 表示海斗在海邊失蹤 一群人因為不確定米凱爾是敵還是有 不敢輕舉妄動 只好請海底動物幫忙去尋找海斗 一直沒有找到海斗讓路牙放不下心 只好親自去找 沒想到卻掉進了秀秀和咪咪社的陷阱 秀秀咪咪背叛了凱特後 投靠了米凱爾 掉入陷阱的路牙差點被活埋 最後沙羅的意念出現 她告訴路牙海斗還活著 還有她夢裡出現的那位美人魚 就是即將誕生的新印度洋美人魚 好在由沙羅引導著路牙 讓她順利的逃出去 小海豚小桃子又日常的被水妖找麻煩 水妖們鎖定了美人魚公主們的位置 波威英打算在太郎出發留學前向她告白 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 然後跑去她家偷偷聽她的作曲 秀秀咪咪的手下海妖 趁機跟蹤了波音 結果被波音發現想要用歌聲擊退這個海妖 但是現在海妖也學聰明了 竟然用耳罩帶著聽不到歌聲 結果兩人就在海裡玩躲貓貓過了一整個晚上 露雅和莉娜看到波音快要趕不上送飛機了 所以跑去找她 波音差點被秀秀咪咪抓住 三人找不到時機變身 好險最後少不來幫忙搶地盤 有了地盤呢才能夠表演 有表演的才是王者 最終波音趕上了太郎上飛機前和她道別 並告白 收到了太郎為波音寫的樂曲 但拿到樂譜沒多久她就被風吹走了 落到了其他人手上 莉娜收到了來自國家的信 一個人獨自在沙灘上摸摸流淚 這時有個視力大概超過2.0的綠毛帥哥經過 看到了莉娜在哭 兩人的距離呢超級遠 但是他們就是還能對視到 莉娜為了要回國家的事情很煩惱 該怎麼跟路亞還有波音開口 結果一直剛好被綠毛看到 這個綠毛呢誤會了莉娜她走入海裡 是因為她想不開 衝上前就這樣撲過去 撲到女生身上 結果綠毛和莉娜呢 他們就不斷地偶遇 兩人開始聊天 路亞和波音因為來找莉娜的小金魚 得知了莉娜原來要回到自己國家的事情 莉娜掉進了陷阱 路亞和波音趕來救她 最後 莉娜決定暫時留下來 並且和這個非常有緣分的綠毛 冰淇雅宏成為了朋友 失蹤的海斗出現在一名叫米兒的女孩身邊 兩個人看起來非常的親密 路亞和波音去了知名指揮家李仁的演奏會 路亞和李仁聊起音樂的話題 一邊 莉娜和雅宏之間也充滿著曖昧的氣氛 海斗和這位李仁指揮家的妹妹一直住在一起 並且他們決定回到日本 路亞非常的擔心海斗 而海斗並沒有聯絡路亞 海斗回到了日本 但是卻偏偏只忘記了路亞、波音和莉娜 莉娜哭的時候總是會被冰淇雅宏看到 而波音太想念太郎哭的時候 也遇見了一個男生借他手帕 換路亞哭的時候 路亞則是剛好都被李仁看到 波音遇到借他手帕的小男生 也發現遺失的樂譜原來在他手上 但對方卻威脅波音要跟自己交往 才會把樂譜還給他 路亞到李仁家做客 發現李仁的妹妹米兒與海斗之間非常的親密 海斗把護身符、項鍊送給了米兒 讓路亞非常傷心 路亞跳進海裡被海妖抓住 波音和莉娜趕過來救路亞 但是因為太傷心 所以路亞無法唱歌 在新的印度洋美人魚公主 辛羅要誕生之際 米凱爾吸收了辛羅 讓辛羅沉睡在他的身體內 沙羅拜託路亞 從米凱爾身上奪回屬於辛羅的新的碎片 路亞猜測海斗的心跟記憶 也像是辛羅一樣被奪走了 決定要努力奮戰把他的心和記憶一起奪回來 海斗每天對米兒的照顧是非常無為不至 即使看到了美人的路亞 他也沒有回想起 關於路亞的記憶 非常奇怪 愛戀波音的學弟小祖 為了讓波音順利會彈太郎送給他的曲子 而幫他準備了初學者入門的鋼琴書 小祖誤會海斗就是他的情敵 結果被痛罵一頓 小祖雖然不是個壞孩子 但是他在情緒控管方面呢 需要多多加強 新出現的反叛呢 是一個表演欲非常強的蝙蝠 他唱歌迷惑美人與公主們 最後波音靠著太郎的曲子 帶大家逃過一劫 米凱爾每次都是好像很厲害 而且準備放大招 然後又自己承受不住 就消失了 傻眼 莉娜的國家呢正在舉行嘉年華 但同時她又想去看亞紅的拳擊比賽 開始戀愛的莉娜呢 在諾威爾和香蓮的幫助下 趕回去看比賽 但是半路卻遇到新的反派導彈 莉娜最終沒能趕上比賽 兩人也因此呼喚了電話號碼 愛護妹妹的李仁 拜託路雅和波音莉娜 一起邀請米兒出去玩 波音莉娜想趁機 讓海斗跟路雅可以一起相處 抱著對米兒又抱歉又緊張的心情 路雅沒有睡好覺 一整天出門逛街 讓米兒心情很開心 但是身體不好的她 最後還是昏倒了 大家決定去超市買點東西 醒來的米兒以為自己被拋下了 非常的傷心 這時米凱爾現身 開始攻擊陸地 但是她似乎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會突然的想要攻擊人類的路雅 最後 依然是準備放大招 但是還沒放就逃跑了 美人與可可 拜託路雅 波音莉娜 一起跟她到印度洋 尋找一個銀色的海螺 海螺中 似乎有著強大的負面能量 但是可可跟沙羅之間 似乎有著另外不可告人的約定 所以她隱瞞著真相 說這是一個幸運的海螺 但是這個海螺卻很不幸的被袖射和咪咪捡到 銀色海螺裡封印著沙羅的記憶跟怨恨的力量 但是海螺之中的憎恨的力量卻又包含著愛的部分 拯救了美人公主們 之所以會有恨 也是因為有著深深的愛 如果沒有愛 就不會有恨 波音和莉娜遇見雅虹 半路又殺出一個小組 小組又誤會雅虹是要來搭訕波音的男生 又開始耍任性 雅虹提議帶小組去騎越野摩托車 結果小組疊得滿是傷痕 小組的個性呢就是典型的衝動自我型 說好聽一點呢是有氣概直來直往直帥 說難聽一點呢就是思慮不周 情緒控管能力差 莉娜得知雅虹是富二代 雅虹卻騙她自己其實是普通家庭的小孩 感覺自己被雅虹是抱著玩玩的心態在交往的莉娜 心情非常的低落很難過 而雅虹呢本來想借著贏下拳擊比賽向莉娜告白 但最終她卻在比賽上輸了 雅虹因為莉娜決定不再逃避 決定要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不被家中的安排和決定牽制逃避問題 海斗始終想不起跟露雅有關的記憶 莉娜呢想讓海斗找回記憶 所以特地帶她去了一些跟他們有關的回憶的地方 莉娜呢比起自己跟雅虹的發展 更擔心忘了露雅的海斗之間的問題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米凱爾的新一位手下藍花登場 利用海斗攻擊美人魚們 海妖們因為人類將大海污染得非常嚴重 認為應該要消滅人類讓古人類重生 美人魚公主們認為愛的歌聲可以傳遞給人類 人類也是非常美好的一部分 恩身為人類的我感到很抱歉 但我現在有在用環保餐具了 藍花變身的時候 會出現12個迷你可愛的分身幫她伴奏 我小時候真的超級喜歡他們的 因為他們超可愛 而且那個表情非常豐富 他們呢會唱歌還會讓人跟著他們一起跳舞 雖然呢他們會讓美人魚們很痛苦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可愛 最後呢女神和凱特出現 用新的歌曲打敗了藍花 南極出現異常 相連派出可愛企鵝佩佩來找露雅三人 結果是因為瘦瘦咪咪用一些機器搞鬼 讓南極海的溫度不斷升高 開始融化 露雅被米凱爾監禁 但是美人魚們的歌聲竟然可以遠端連線 沒想到美人魚這麼久以前的卡通 卻這麼跟得上科技跟時事 美人魚們進行了遠端距離的連線合唱 讓露雅逃離米凱爾的空間 南極也恢復了正常 在海邊呢開了一家新的俱樂部 為了不讓跟海斗充滿回憶之間的海邊之家倒閉 露雅請可可、諾威爾跟香蓮來幫忙招攬客人 六人一起參加了沙灘排球比賽 用了一些很奇怪但很可愛的招式取得順利 順利的讓人潮到餐廳裡光顧 美人魚公主們就是夏天無聊喜歡看八卦 所以呢為了讓波音和小主的感情可以升溫 故意呢讓波音吃醋一直纏著小主 想要讓波音看看小主厲害的一面 本來呢波音和小主要一起去參加名流派對 但小主卻用丟了邀請函 小主直率的性格和勇往直前的個性呢不會輕易放棄 他還是很喜歡波音 所以他就特地滑著小船帶波音去看了漂亮的風景和煙火 小主認認真真的感情呢打動了波音的心 從某個角度來看 其實小主跟波音我覺得他們兩個挺像的 為了喜歡的人呢總是能夠不顧一切 雖然有點魯莽卻又真誠的非常勇敢 小波在奇蹟的海灣許下了願望 希望可以再跟最喜歡的幽莉見一面 結果隔天醒來美人魚們都像是到了平行時空的異世界 不僅新羅變成了路亞三人的同學 一起上下學一起逛街一起出去玩 就連黑暗戀人四人組也都復活了 來到陸地開啟了冰淇淋店 因為魔法到了清晨就會自動解除 小波趕著去見幽莉的路上遇到了找麻煩的秀樹和咪咪 美人公主們特地幫小波開路 讓這對獵人終於又可以見到彼此 新羅也用他的力量 讓小波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幽莉好好的說話道別 新羅想見到路亞跟小波想見到幽莉的思念產生了共鳴 在海中的冥医大王巫賊的國家遭受到了襲擊 米開爾想要搶走可以讓生命活化的粉末 但是好不容易搶回來 卻意外讓路亞三人因為用錯方法變成了老太太 人魚公主們變成老太太實在是超級可愛 連說話的方式都變成了老太太的方式 連跑都跑不動 最後好不容易逃跑的三人變成人類的樣子也是老太太的模樣 為了變回原樣就要回去找那位醫生 我強烈懷疑這一集是為了愚人節製作的主題 三人變成老太太 但還是為了擊敗海妖而變身唱歌 雖然身體老化 但是內心永遠不會被奪走 是一件非常令人感動的主題 但還是充滿滿滿的喜感 然而五郎醫生呢其實是龍夫人的未婚夫 但是為了讓公主們順利恢復原樣 她決定犧牲自己 三人得知了這件事情以後呢 決定為她唱一首治愈之歌 順利的救回她的性命 公主們聚集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是很可愛的少女日常 一會兒幫助波音和小組的戀情 一會兒又幫助莉娜試探雅虹 可可、諾威爾跟香蓮都超級可愛的 米凱爾認為世界充滿了背叛 是個糟糕的地方 但人魚公主們相信 即使有悲傷即使有痛苦 也要相信世界依然有愛的存在 在珍珠美人的第二季裡 加入了非常多新的元素 讓劇情更加的多元和有趣 除了海斗詩意 露雅多了一個情敵 波音和莉娜也都有了新的配對角色 美人公主們也時常六人聚集在一起 六個女生的生活非常多才多姿 也很可愛 這時敵對陣營的反派角色 也是有越來越多有魅力的角色加入 這一次的反派米凱爾 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是 《復仇者聯盟》裡面的薩諾斯 她看見的是這個世界邪惡的那一面 糟糕、痛苦、醜陋的那一面 讓她想要毀滅掉人類 重新整頓這個世界的感覺 而露雅的情敵米兒雖然是情敵 也因為小時候已經看過後面的劇情 所以知道接下來的發展 但其實米兒也是一個很可憐的角色 米兒本質上有點像是凱特 體弱多病沒有朋友 雖然有哥哥滿滿的愛 但卻少了許許多多的陪伴 雖然從露雅身邊霸佔了海斗一陣子 但這不是出自於她的惡意造成的結果 所以我不覺得這筆帳應該要算在米兒的身上 露雅在這一季的前期也變得越來越成熟 可能是因為經歷了海斗的事情 讓她明白男人不是那麼的可靠 喔不是我是說靠自己專心打仗可能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第一季的露雅只要是跟海斗有關的事情 就會變得比較魯莽又大膽 愛吃醋又容易哭 但是在這一季的露雅 雖然一樣是傷心難過努力的想要喚醒海斗的記憶 但卻沒有選擇一直打擾海斗的生活 也沒有對米兒惡言相向把錯怪在她身上 有種讓人心疼又欣慰的感覺 反觀海斗這邊 越後期我自己是對海斗越無感 因為她對米兒的照顧無微不至 雖然我不覺得她照顧米兒有什麼問題 但我漸漸覺得海斗跟米兒在一起好像其實也是可以啦 如果只是因為當年露雅就像海斗 所以兩個人互相喜歡的話 感覺理由還不夠說服我 但這邊是指動畫的部分喔 雖然露雅真的真的很喜歡海斗 但是如果有一個像李仁這樣的角色 可以每一次都察覺到她的情緒 在她脆弱的時候陪伴她 和她聊心事 聊音樂 這樣的人可能會更適合她 好啦 我們旁人說再多也沒有辦法 露雅喜歡就好啦 在這一季出場的人物當中呢 跟莉娜配對的雅虹 跟波音配對的小主 給我的感覺都很像是 南版的莉娜跟南版的波音 無論是優點和缺點都有很匹配很相像的部分 美人的部分呢 我很喜歡可可 開朗的個性非常的可愛 一群人在海邊的生活感覺非常的美好 如果沒有米凱爾跟海妖 我覺得可以直接把海斗送給米兒 大家開開心心的生活 其實就算是一種Happy Ending了呢 好啦 以上就是珍珠美人魚動畫回顧第四集 這集的內容呢 是動畫劇情第二季的前半段 米兒身上的秘密還有海斗的記憶將會如何發展 美人魚們各自的戀愛路線 還有新的印度洋公主 新羅能不能順利誕生就留到下集來說吧 喜歡的話歡迎你幫李空按個喜歡 李空的圖文內容以及資訊連結 都會放在我的資訊欄並更新在部落格 當然也歡迎你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加入我們的曼號同號社團 記得入社問題每一題都要回答 李空時不時會在IG或社團開放主題投票 希望能夠聽聽你的意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